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拜登总统即将在意大利与G7领导人会面 讨论特朗普可能回归的问题 这让欧洲盟友们感到担忧 同时 意大利的极右派势力 在最近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了显著进展 这也将影响峰会的氛围 拜登还要面对儿子亨特的法律问题 这些都给他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压力 接下来 特朗普的盟友正在考虑 重新引入国民服役计划 以加强国家认同感 并准备应对大国之间的战争 这一计划 与英国首相苏纳克的类似承诺相呼应 但特朗普本人对此表示反对 称这个想法荒谬 最后 澳大利亚正扩大其空中消防机队 不仅用于扑灭火灾 还能应对洪水和重大风暴等多种灾难 政府已拨款3500万美元购买多用途飞机 并进行全国审计 以确保能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邮报报道 三年前拜登首次以美国总统身份 出席七国集团G7峰会 当时他试图翻开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篇章 承诺美国将提供更稳健的全球领导力 然而 当拜登抵达意大利参加 可能是他最后一次G7峰会时 他将面对紧张的盟友 他们密切关注他与特朗普的再次对决 并担心拜登的 美国回来了的 承诺在明年加拿大的聚会时 是否还能成立 特朗普在任期间经常批评北约 并暗示如果再次当选 他可能会退出该军事联盟 这让盟友们感到不安 拜登还将面对一个变化的欧洲政治格局 及右翼政党 在法国和德国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取得了巨大进展 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解散了法国议会 并在巴黎奥运会前夕 宣布提前选举 拜登的儿子亨特 拜登因在构枪文件上撒谎 和非法持枪 被判有罪 这也让总统深受打击 尽管如此 特朗普可能回归的阴影 将笼罩此次峰会 欧洲领导人必须考虑 在不那么依赖美国支持的情况下 如何自立 美日电讯报报道 特朗普的盟友正在考虑 重新引入国家服务制度 这一想法受到英国首相李希 苏纳克承诺的启发 特朗普的前政府官员 和共和党政客建议 这一举措将加强国家认同感 并为强国之间的战争座 准备 苏纳克在竞选活动中承诺 18岁的年轻人 将需要申请为 7亿年的武装部队服务 或每月一个周末 在社区中做志愿者 前特朗普政府的国防部长 克里斯托弗米勒认为 美国也应认真考虑 国家服务的要求 称这将创造一种 共同牺牲的感觉 然而 特朗普对此表示否认 称这是荒谬的 并在他的社交平台上表示 媒体的报道 是为了损害他的选民支持率 尽管如此 国家服务的重新引入 在美国仍然是一个高度敏感 和政治化的问题 许多专家对此表示怀疑 每日电讯报 还评价了BBC的新反信息 误导播客节目 纪录片 谁的真相 认为 尽管这一想法 在纸面上看起来很有价值 但听众可能会感到失望 节目邀请了 四位诺贝尔奖得主 讨论各自领域中的 错误信息问题 然而 每集只有17分钟 内容显得非常紧凑且分散 例如 关于气候变化否认的那一集 虽然邀请了著名遗传学家保罗 纳斯 但他并不是气候科学家 只能在短短四分钟内 泛泛而谈 其他几位气候专家 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 表达观点 使得内容显得支离破碎 虽然关于新冠疫苗 和俄乌战争的集数 较为集中 但整体节目仍显得过于仓促 无法深入探讨问题 相比之下 作家马克思 波特的新广播小说 摄影师 则通过5个15分钟的章节 以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一位异域摄影师的内心世界 展现了更为完整和深刻的故事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澳大利亚正在扩展其空中消防队伍 不仅用于灭火 还将应对洪水和重大风暴等其他灾害 随着更长且重叠的火灾季节 给现有机队带来更大压力 联邦预算增加了3500万澳元 用于采购更多多用途飞机 并进行全国审计 以确保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国家紧急管理局副协调圆桥 布福尼表示 近年来的火灾季节 显示了对更多多功能飞机的需求 这些飞机不仅可以进行灭火 还可以用于疏散 补给 支持偏远社区和其他紧急情况 南澳大利亚州的航空运营经理 尼克斯坦利指出 去年夏天 该州部署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空中机队 并计划在未来四个季节 继续使用这些飞机 悉尼陈风暴 犹太议员呼吁所有澳大利亚大学 采用一个政治上有争议的反犹太主义定义 该定义在加沙冲突爆发前几个月 被一些主要学术机构拒绝 自由党议员朱利安 利瑟和工党议员乔什 伯恩斯表示 只有少数大学将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的 反犹太主义定义纳入其政策 这令人难以置信 尽管该定义包括批评以色列政策 不应被视为反犹太主义的条款 但一些人认为 他可能被用来压制对以色列政府的批评 墨尔本大学 悉尼大学 蒙纳市大学和新南威尔市大学 在2022年采纳或参考了该定义 但许多大学在去年早些时候 拒绝了这一请求 全国高等教育工会表示 尽管强烈反对反犹太主义 和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 但认为该定义可能被滥用 以限制学术自由 雅虎美国 在一段由Kiro 7获得的视频中 两名西雅图警察 在公交车站暴力逮捕一名纵火嫌疑人 5月31日 迪安东尼·马赛尔 在乘坐公交车时 记录了这一暴力事件 发生在雷尼尔大道南河南安德福街的车站 视频显示 两名警察多次用警棍击打嫌疑人 然后跪在他的背上 马赛尔表示 嫌疑人试图自我保护 而非抗拒逮捕 现在 这两名警察 正在接受使用武力的调查 其中一名警察的内森 帕特森 在2020年 曾因对抗议者使用过度武力 而被调查 临时警察局长苏·拉尔 和警察问责办公室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 5月31日 雷尼尔古公交车站的武力使用情况 Yoku US报道 肯塔基州警方 在寻找失踪的8个月大婴儿的米亚 塔克的过程中 使用了尸体嗅探犬 搜索了他家附近的树林 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米亚的父母 泰斯拉 塔克 和凯奇 鲁德 以及祖父母比利 J.史密斯 和瑞奇 J.史密斯 还有一名叫蒂莫西 L.罗奇的男子被捕 警方在肯塔基州的一家 Motel 6酒店房间内发现了 包括芬泰尼和贾基本炳案 在内的毒品 但没有找到米亚 米亚的祖母 在警方前往他家寻找米亚时被捕 原因是他有一项 未执行的家庭暴力逮捕令 警方还发现 罗奇在祖母家时 丢弃了未开处方的药物 米亚自4月末以来 一直未被家人见到 她出生时 期待检测出甲基本炳 暗阳性 周当局曾计划 将她从家庭中带走 警方仍希望能找到米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结果可能会越来越不乐观 Yahoo US报道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使一些贫困的俄罗斯人受益 复杂了结束战争的计算 尽管受到制裁 俄罗斯经济 在战争的两年多时间里 表现出韧性 去年GDP增长了3.6% 战争相关活动 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特别是军事物资和服务的需求增加 以及政策的调整 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指出 战争相关行业的生产 从2022年秋天到2024年春天 增加了60% 一些俄罗斯最贫困的地区 因财富重新分配而受益 银行数据显示 战争开始后 军事征兵增加的地区家庭存款增长了30% 超过了其他地区的20% 战争相关的生产放缓 可能导致这些士兵收入下降 而他们回到家乡后 机会有限 尽管如此 俄罗斯经济面临着高利率 和军事集中带来的风险 中央银行行长和主要银行负责人 都警告经济过热的风险 LJZERO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一艘俄罗斯海军护卫舰 和一艘核潜艇 在前往古巴途中 在大西洋进行了导弹演习 潜艇喀山和战舰戈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 发射了高精度导弹 击中了600公里外的模拟敌方目标 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 还进行了防空训练 这些船只将于周三抵达古巴 古巴表示 这些访问是友好国家海军单位的常规做法 不携带核武器 也不对地区构成威胁 尽管如此 美国将密切关注此次访问 因为美俄因乌克兰战争关系紧张 美国官员表示 这展示了俄罗斯仍具备某种程度的全球力量投射能力 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装备了新型告识高超音速导弹 普京称其能够穿透现有的任何反导防御系统 此次访问反映了俄罗斯和古巴之间的 历史友好关系 古巴外交部表示 俄罗斯军舰将在哈瓦那停留至6月17日 BBC报道 一名父亲在即将迎来失去伴侣 和两个孩子一周年之际 呼吁采取紧急安全措施 Scott Patton的女友 Jama Germany和他们的孩子Lily和Oliver 在一场由电动自行车电池引发的大火中丧生 Patton支持慈善机构 Electrical Safety First的呼吁 要求对电动自行车 电动滑板车及其电池 进行独立的第三方认证 Patton表示 他的故事凸显了监管变革的迫切需要 他自己在火灾中受重伤 并昏迷了一个月 他呼吁个政治党派 共同解决电动自行车火灾问题 以防止其他人经历同样的悲剧 日本时报报道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Jim Chalmers 在悉尼的摩根什丹利澳大利亚峰会上表示 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的挑战持现实态度 尽管过去两年中澳关系有所改善 但政府并不天真或不切实际 Chalmers强调 澳大利亚的任务 是以有意义和尊重的方式进行接触 在必要时为国家利益发声 但总体上要以人民和经济的利益为重 即将到访的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访问是7年来首次 这显示了澳大利亚在管理复杂的中澳关系上 取得了一些进展 电讯报报道 美国陆军在太平洋地区 部署了一支全新的多域任务部队 MDTF 这是澳英美防御协议 AUKUS的第二支柱的首次实际体现 该部队配备了高空气球 精准打击导弹 网络站单位和无人系统等尖端技术 旨在整合陆 海 空 天河网络领域的能力 以应对复杂的作战环境 MDTF的核心武器是精准打击导弹 与澳大利亚共同开发 并计划供英国陆军使用 该部队还包括高机动火箭炮系统 GMLRS和中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电池 具备强大的打击能力 通过整合网络 空间和电磁频谱能力 MDTF能够破坏敌方通讯 收集重要情报 并保护自身网络 免受网络威胁 BBC报道 计划在英国唯一的海岸国家公园附近 建造27个雷达天线的计划 被活动人士称为不可接受 他们希望英国政府 取消在西维尔市偏远地区的 旧空军基地上 建造空间雷达设施的提议 这些雷达天线高达20米 能够在太空中看到一个足球 国防部长格兰特·夏普斯表示 该系统可以帮助英国 保护自己免受太空战争的威胁 然而 一些居民担心 在彭布罗克郡建立升空先进雷达能力 会对该地区造成破坏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 同意建立一个能够识别距离地球 22000英里、36000公里 潜在目标的系统 尽管国防部表示 新雷达能力有可能使太空 更安全、更有保障 但当地居民和活动人士 仍然担心这一计划 对当地社区和经济的潜在负面影响 美联社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三赞扬了 朝鲜与俄罗斯日益扩大的关系 同时有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 很快访问朝鲜 这是自去年9月 金正恩访问俄罗斯 并与普京会晤以来 朝俄之间军事、经济和其他合作 大幅增加 美国、韩国及其合作伙伴认为 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炮弹、导弹等常规武器 以支持其在乌克兰的战争 并换取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 金正恩在去年9月的会晤中 邀请普京的在 方便的时候访问 朝鲜、普京也接受了邀请 周三 金正恩向普京发送了一封贺信 纪念俄罗斯的国庆日 媒体报道称 普京可能最早下周访问朝鲜 这将是两人的第三次峰会 俄罗斯和朝鲜都没有确认计划中的访问 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在5月底表示 访问正在筹备中 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宣布 日本时报报道 福岗县警方周二逮捕了一名55岁的男子 此前他从菲律宾被驱逐出境 这名嫌疑人 涉嫌参与一系列大规模盗窃案 嫌疑人路尔岛效刑 自今年3月以来 一直被菲律宾移民当局拘留 据警方的有组织犯罪部门称 路尔岛被认为是 总部设在菲律宾的日本犯罪集团 JP Dragon的成员 他于2022年11月进入菲律宾 并一直非法拘留 警方表示 路尔岛涉嫌参与一系列 在日本国内的大规模盗窃案 这些案件涉及巨额财产损失 和参与程度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